弟兄姊妹 平安 今天我们的信息是今日的玛纳 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 第四节还有十三到十五节 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 《出埃及记》十六章四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 百姓可以出去 每天收每天的份 我好试验他们尊不尊我的法度 到了晚上有鞍唇飞来 遮满了银 早晨在银四围的地上有露水 露水上升之后 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原物 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 就彼此对问说 这是什么呢 摩西对他们说 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 第二节我们来念 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 我们同声的来念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粮 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因为神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 赐生命给世界的 他们说 主啊 当将这粮赐给我们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给我 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我们读了这两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旧约 借着一个故事 借着一件事实 借着一个经历 让我们说出了神的心意 那么这个答案在哪里 信约 信约里面就用了真理 来解释了神的旨意 我们看到在创业的里面 神当他们饥饿的时候 即刻的的时候 神就为他们预备了食物 预备了水 那么这是我们物质身上的需要 但是这个答案 告诉着我们 新约德的时候 我们的主耶稣 就是我们生命的粮 那个生命是熟天的生命 借着地上的生命 让我们来明白一个熟天的需要 主耶稣说 那从天上降下来的 不但是物质的粮食 也是一个生命的粮食 我们如果说是只是来读旧约德的话 我们只是认识到那一个故事而已 那是对以色列人说的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明白 主耶稣借着这一件事情 解释了那个生命的粮食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天的需要 不但是物质上的需要 更是我们属灵生命上面的需要 主耶稣也说 那不是摩西给的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所得夺的一切 不是我们所赚的 而不是你老板所给的 你说是不是我赚的 是你赚的 但也不是你赚的 是不是你老板给你发的薪水 是你老板发的薪水 但也不是你老板所发的 这个怎么解释呢 那么看的是物质 还是看的是心灵 有一个基督徒 他是一个地质学家 到了一个深山老林里面 去勘察地形 结果呢 被那个山上的土匪绑去了 以为这一看 这个人是一个可以绑票 就要他写信回家 去向家里面 要这个赎金 灌了到晚上的时候 哎呀 又饿又渴 这个土匪头子呢 看看呢 也应该给他吃点东西吧 就拿了一个馒头 拿了一杯水 就递给他 他拿了这个馒头 拿了这个水 他就祷告 他说谢谢天父 你赐给我丰富的食物 让我能够得着你的供应 我们感谢你 我赞美你 哈利路亚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他眼睛一张开 这个馒头拿走了 那个土匪说 哎 是我给你的馒头 还是什么 你那个天父 给你的馒头 我今天拿了你的馒头 回来 我看你有什么东西 这个基督徒 马上就祷告 他说 赏赐的在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 值得称颂的 这个土匪 听了以后 真是觉得 到底是谁给你的粮食啊 是什么你信了 什么信耶的 什么和华的一个人 给你的 是我给你的 收取的是我啊 结果呢 这个基督徒呢 就开始给他传福音啊 就说到 神创造宇宙万物 赐生命气息给我们 要让我们认识他 是独一的真神 等等等等 就传了福音 然后又告诉他了 他说啊 老兄啊 你为什么坐在一个金山上 做土匪去抢劫 过那个填血的日子呢 他说你什么意思啊 他说我勘察了以后啊 你们这块山啊 是有铁矿 你可以向政府去申请 来开采 当然后面的故事 我们就不用这样讲了 那么借着这个故事 让我们看到 我们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有一座金山 都有一个金矿 都有一个铁矿 都有一个丰丰富富的 实在 但是我们却是过着一个 可怜巴巴的 向人乞讨的生活 在这里面 让我们看到 主耶稣他说 我就是生命的良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在这句话的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说 到我这里来的 是谁到耶稣的面前来的 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寻求神 主啊 求你解决这个问题 主啊 我有这个困难 我有这个危险 我现在要你来帮助我 我们来 就是来寻求主的帮助吗 我们来 就是来寻求主的面吗 我们应该要 实时地依靠着主 我们需要的是 天天来到神的面前 来领受神 从天上给我们的良 不但是物质的良 也是我们生命的良 那主耶稣说 信我的 谁是信耶稣的 我们常常说 信耶稣的人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生命的主宰 是吗 还是说 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的救主而已 两个都是的 不但是做我们的救主 也是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多少时候 我们只是说 主啊 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但我们多少时候 我们不肯 把我们的生命 交在主的手中 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所以主耶稣说 到我这里来的人 信我的人 那是谁 是完全信赖耶稣 完全依靠耶稣 完全地仰望 跟随耶稣 学耶稣的样式的门徒 在西伯来书 十二章十四节那里说 你们 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人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的面 在这一句话的里面 让我们看到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来寻求主 首先我们要听神的话 神说要寻求与众人和睦 要与神和睦 与神和睦 就是追求圣洁 所以我们每一天清晨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应该要 让主的宝血 再次地接近我们 我们教会里面 一个月一次 有圣餐 但是我们应该 每一天早上 我们都在主的面前 说主啊 愿意来接近我 我有什么地方 得罪你的心思 意念 行为 都求主你自己 这个时候来接近我 来帮助我 好让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在神的面前 得着神的 接近了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你就可以向神呼求 因为神说 我必见 你能够 你必能够见神的面 我们每一天 清晨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应该说是 主啊 愿你的灵 充满我 愿你的灵 引导我 让我今天一天 所过的日子 在你的全世之下 在你的仰赖之下 因为我们晓得 神所看的事情 比我们看得远 我们不知道 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今天 要去见老板 我今天我要去见下属 我今天要去见我的客户 我今天要开这个户头 要做那个事情 要签这个约 要做那个事情 你有没有把这些事情 都交在神的手中呢 你有没有说 求问主 主啊 你是我的主 我今天要去见什么人 我应该说什么话 求你赐给我 我们有求吗 还是说我们自己 先心里打算 我今天要办什么事情 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要决定什么事情 我要签什么约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还是说 主啊 你引导我 当我在做这件事情 如果不合你心意的 求你 阻止我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每一做一件事情之前 我们都问主啊 是否合你心意 这就是我们向神 实施的寻求 但我们也要晓得有一点 在这个传道书第九章十一节 让我们一起的来念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念 日光之下 快跑的未必能赢 力战的未必得胜 智慧的未必得粮食 明则的未必得资财 灵巧的未必得喜悦 所临到众人的 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难道这个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吗 我们常常会感觉得到 我有这么多的才华 我有这么多的能力 我也是某某某某某大学毕业 这个有这个资格 这个有这个能力 但是 这个人 他并不如我 但是他做的位比我高 他的权势比我大 他的 机会 是谁给的 是耶和华给的 有的时候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 我觉得我们自己 也并不比人家什么了不起 但是今天 主管能够把这个机会让给你 机会给了你 这个权柄给了你 这个签约交给了你 让你来做这一笔生意 让你来做这一件事情 其实比你能干的人多的是 为什么你有这个机会呢 这个机会是 耶和华的赏赐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不要只是在那里 猛着埋着头 在那里苦干 我们应该要抬起头来 仰望我们的主 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 我们要想 主啊 你给我这个机会 我今天要见某某人 如果这一件事情是合你心意的 就愿你赐福让我签这个约 我要办这件事情 我要派我的下属 某某人去做 如果他合你心意的 就愿他能够领受 这个工作的机会 让我们彼此的合作 主啊 就愿你赐给我这样子的机会 所以每一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向神求那机会 同时我们也知道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 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 降于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当我们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 神把机会给了我们 但神也把机会给了天下 凡是敬畏他的人 顺服他的人 被神所使用的 神都能够赐给他们机会 我们在历史里面看到 尼布贾尼撒 他不认识神 但是神把权柄给了他 让他在这个权柄的里面 能够来制服列国 甚至于包括 神的百姓 神的子民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切都是神所给的的话 我们有什么好骄傲的 我们就不能够再骄傲 我们得意的时候 我们成功的时候 我们只有感谢主 是主的赏赐 但是如果说是 失败的时候 我们要检讨 为什么会失败 我们什么地方 能够顺服神 那么神有什么样的旨意 也许在失忆的时候 神借着这个失忆 让我们躲避更多的祸患 我们中国人不是常常说吗 赛翁施马 焉知非福 当这只马跑去了以后 过了一个礼拜 他牵了一只母马回来了 你看 赛翁施马 焉知非福啊 但是没有想到 后面也有一句话 赛翁得马 焉知非祸 他骑了这只母马 结果一摔 把腿给摔断了 所以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 我们要寻求神的名 神的话 神的道理 每一天清晨 我们都应该这样子来仰望神 来从神那里得着神的帮助 所以我们要有一天 每一天我们要有一个寻求神的心 在真言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里面 我们看到那里 我们看到那里单数节都是神的命令 双数节都是神的应许 我们特别的熟悉的是第五第六两节 我们一起来念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告诉着我们 你要专心仰赖 我们常常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都靠自己的聪明 每一天早上起来 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我要怎么样的办 我要去见什么客户 我要怎么样做 我要决定怎么样 我要娶谁为妻 我要跟谁交往 看看他是不是我的好伴侣 这些都是自己在那里选定 但是神在里面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怎么仰赖 凡事交托 凡事交托 每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把这些事情述说在神的面前 交托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聆听 我们要等候神的指示 这样子的话 神说我必指引你的路 所以我们每一天 我们要来寻求主 有一句话很好 说每日你在见人之前 你先要遇见你的主 所以每一天清晨起来 你有很多的打算 你要为公司的做事 你要为自己开业 你要开店 你有客户 你要做什么 你要去签约 你要见老板 你要见你的朋友 无论男朋友 女朋友 或者是什么样的人 你有没有先来到神的面前 先求神的面 见神的面 这个是神要我们所做的 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9节 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这一段经文 让我们一起的同声的来念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所以这句话的里面告诉着我们 我们真是每一天 我们要寻求主 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看得比我们远 他知道得比我们深 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表面上看来 对我们很有益处 但我们要寻求主 你不寻求主 那么到了的时候 吃亏的是你自己 我记得我问我们的组长 在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 之前我是在使命中心的时候 我来到丰收灵粮堂 但是我听我的组长告诉我 在买丰收灵粮堂 在那个Douglas Town那边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知道那个使命中心 是不是 知道的人请举个手 有很多有一半的人都知道 好 在那个使命中心 买那个使命中心之前 教会看中了一栋房子 那栋房子的价钱很便宜 非常的好 地段也非常的好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好 那么就想要买下来了 但是呢 有一个知识 他在祷告的里面 他觉得不平安 他坚决地不肯签这个字 一直到最后 他拒绝了的时候 那一家没有买成 结果买了后来的使命中心 价钱又贵 地点也还算不错 但是呢 价钱贵了一倍 可是发现了 当初没有买那个房子 是对的 因为那个房子怎么样 听说是这个白蚂蚁 住的是一塌糊涂 买回来了的话 梁柱这些东西 通通都住实了 所以我们可见 我们真是要实时地寻求住 不要只看表面 似乎有一些很顺利 似乎有一些很便宜 似乎有一些好像是很好 哇 这个长得又美 又英俊又有财富又有等等 但是我们有没有先寻求神的面 我们还是靠着自己的方法 在那里来做任何的决定 我们常常做了决定之后 有了痛苦 有了披露 有了麻烦 我们说 主啊 求你救我 主啊 求你救我 所以我们经常是做 那个后悔的事情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 事前先交在神的手中呢 在这句话的里面 告诉我们 天比地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意念 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 是的 神看得比我们远 神看得比我们长 神看得比我们深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 来寻求主 我记得一个月前 肖牧师正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来知道 什么是神的心意 其中讲到绿灯 黄灯 红灯 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 主啊 求你为我预备 如果神有预备 那是绿灯 以顺利的通过 我们是要先向神来汇报 向神来求问 如果说 这个是神要我们等候的 可能给我们一个逆境 给我们一个不顺利 但是要我们学习忍耐 等候这黄灯 那么我们就要学习顺服 我们不是说 一求就是必应 我们要顺的是神的心 不是我们的意愿 碰到红灯 神拦阻 那我们就要怎么样 警醒 神既是阻止了 我们就不要再任意妄为 我们就要常常地来寻求 如果说这个不通 那么该怎么办 我们继续地向神求问 这是我们一个顺服的心 我们一个依靠的心 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一节 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在原文的里面说 是今日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每一天 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 这不是说 我们不要有长远的计划 我们是要有长远的计划 但是我们每一天 我们都是要来到神的面前 愿祂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一步一步地走 这样子的走 才是稳稳荡荡的 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寻求主 而且每一天寻求主 无论这些事情曾经发生过 我都有经验 还是没有经验 我都要来寻求主 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这个出埃及记 十七章第五节 我们知道那里是 以色列民出了埃及 神带领他们进入旷野 在旷野的里面 走了一段路程的时候 干渴没有水喝 他们就埋怨 摩西就 呼求神 该怎么办 神就说 你手中的杖 举起你手中的杖 来击打磐石 磐石就流出水来 供应了 一百多万 两百万的百姓 合适 但是我们晓得 以色列民 在旷野的里面 走了几十年 四十年 到四十年之后 在明书记 二十章 第八节 他们又 在旷野的里面 干渴没有水喝 那时候又向 墨西埋怨 埋怨 那么这时候 耶和华就对 墨西说 你吩咐 磐石出水 结果墨西怎么样 四十年前 你不是教导着我 击打磐石吗 他也就没有听神的话 他就用杖 击打磐石 磐石出水了没有 出水了 供应了没有 供应了 但是神的心怎么样 不约 神就责备了 墨西 结果墨西 不能进入迦南 同样的一件事情 同样的干渴 但是神为什么 第一次说 击打磐石 第二次 却是说 你要吩咐磐石呢 有很多很多的神学家 有不同的解释 但今天我们用的 这个题目来看的话 神就是要我们 实时地寻求它 你不要凭着你过去的经验 你不要凭着你过去的方程式 你的公式 以前教导你的方法 每一天你都要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神的方法 寻求神的面 我们看 我们看 撒末尔记下 第五章十八节 那里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斐力士人来了 布萨在利凡英古 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可以上去攻打斐力士人吗 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 耶和华说 你可以上去 我必将斐力士人交在你手里 结果怎么样 打了圣仗 首先我们来看 在这一段的里面 大卫在这个时候 撒末尔记下 第五章的时候 他已经统领了犹大国 统领了以色列全国 已经作王了 经过过去的十多年 二十年的征战 他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战士 他手下的军队 他的勇士很多 但是当斐力士人来 攻打以色列的时候 大卫怎么样 第一个反应就是寻求神 他说神啊 我可以上去打他们吗 你看大卫是何等的前辈 难怪他是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可是接着下面 第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念 斐力士人又上来 不散在利凡因谷 大卫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说 不要一直地上去 要转到他们的后头 从桑树对面攻打他们 你听见桑树梢上 有脚步的声音 就要急速前去 因为那时 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 去攻打斐力士人的军营了 大卫就遵着 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 攻打斐力士人 从加巴直到击色 在这里 十八节里面讲到 他求问了耶和华 就打败了斐力士人 是直接跟他面对面的指导 但第二十二节 马上不久 斐力士人又来了 来到什么地方 又是利凡因谷 同样的敌人 同样的地点 结果 大卫怎么样 仍然求问耶和华 他没有因为 上一次不是打圣了吗 神说直接上去 那么这次又是同样的敌人 又是同样的地方 那我们就直接上去 大卫有没有这么去做 大卫没有 大卫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 求问耶和华 那么耶和华 神怎么告诉他 他这一次你不要直接上去了 你要躲在背后 你要绕到他们的背后去 我会派天使天军 在他们的前面 为你征战 然后你才从后面包抄上去 战略不一样了 为什么不直接上去 为什么要包抄 我们不知道当时的情形怎么样 但是从这两句话的里面 我们来看到 神要的是我们 实时寻求耶和华的面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就是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发生 但是你仍然要用 神的方法 你来求告神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学习 如何的来警醒我们自己 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我们都要来寻求 耶和华的面 马纳 马纳在西班牙文的原文是什么意思 出埃及记忆里面告诉我们 那是什么 马纳那是什么 换句话说 你每一天吃的马纳 就是说你每一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 说神啊 我今天该做什么 我今天应该怎么去做 我要开店 我应该怎么样去开 我要去见我的老板 我要见我的下属 我要去跟人家签约 我要做任何的事情 我应当怎么样去做 求你指示我 阿们 我们今天要学习到这样的功课 我们能够得着每一天新鲜的马纳 所以今天的总结 就是说 从天降下来的 不是我们所赚的 是的 也是你自己劳苦所赚的 但也不是你劳苦所赚的 是从天所赐下来的 不但是物质上的需要 我们更要寻求 那属灵生命的粮食 第二点 我们凡事要求问神 我们要有一个 依靠神的生命 我们不是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面 寻求耶和华的命 我们来到主耶稣的脚前 我们来寻求祂 在读经的时候寻求祂 祷告的时候寻求祂 免得我们犯错 免得我们走 许多冤枉的路 第三点 每日新鲜的玛纳 我们要求的是新鲜的 不是昨日的玛纳 是今天的玛纳 Amen 我们能够借着这些话 来帮助着我们 来如何地警醒我们 一起我们来唱这首歌 主 我来寻求祢的面 求祢充满我 来充满我 当我们每一天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寻求主的时候 我们愿主的灵 来充满我们 引寻我们 不至于走错了路 得罪了神 得罪了人 Amen 我们一起来唱 祝我来寻求祢的面 求祢充满我 来充满我 主 我可慕祢的同在 求祢接近我 来充满我 第二遍 主 我来寻求祢的面 求祢充满我 来充满我 主 我可慕祢的同在 求祢接近我 来充满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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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报学系经过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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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恩典为我 光明 再来一遍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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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报学系经过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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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祢依然 典为我 光明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来到祢的圣宝座前 我们献上感谢与赞美 有着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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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引着我们 我们还有惧怕什么呢 我们无论走到何处 祢都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面 我们能够刚强壮胆 但我们也要完全的依靠着祢 仰望着祢 就愿主祢自己赐下祢 今日的玛纳 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的生命 得着祢的宝足 让我们的前面 能够走在祢的光明的道路之中 蒙祢 悦纳 我们感谢赞美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